一禅第四年,马来西亚一周确诊突破2万 在2023年12月10日至16日 马来西亚国内冠病新增确诊病例突破2万大冠 报2万696宗病例 比上一周通报的12757宗病例增加了7939宗 在新增的确诊病例中,仅19宗为境外输入病例 累计境外输入病例为39,015宗 截至2023年12月16日 全国累计确诊病例为518万812宗 根据卫生部数据,在12月10日至16日期间 也新增了28宗死亡病例 其中8宗为宋院前死亡病例 过去一周新增的死亡病例比上一周的11宗高出于一倍 在新增的死亡病例中,有7宗来自雪丹额 霹雳和布城各通报四宗 吉达和彭亨各三宗 马六甲和冰城各两宗 余下三宗分别来自沙巴、登家楼和基罗扩 目前,全国累计死亡病例为37,246宗 累计宋院前死亡病例为7,925宗 请大家保持社交距离,远离病例 我去看 我来看 我来看 我去看 真相处 你愿意 最好 我觉得 你不信心 我来看 我来看 感谢观看